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公公安静地站在御书房中 先前那句带着颤抖的话语 只是身为奴才应尽的本分 如同庆国所有的将军 大臣 奴才一样 他也不愿意看到陛下和陈院长翻脸 然而继洪四祥之后 成为庆国内庭统管的姚太监 知道太多的内幕 也以为自己知道陛下 为什么对陈老院长忽然生出了 如此大的杀意的原因 所以他只是紧张不安地站在一旁 根本不敢说任何话 皇帝还在思考 先前他的眼神里也不由自主地浮现了一丝枉然 对于地心如天的他 这种枉然是很多年不曾出现的情绪了 或许也只有陈平平这位自幼陪伴他的伙伴 这位一直忠心不二的奴才 救了自己很多次性命 替庆国开山披露 立下无数功劳的陈平平 才会令他陷入这种情绪之中 他的身前 机上摆着薄薄的几份宗卷 一份是内庭调查京都叛乱期间 三皇子于深宫离奇遇刺一事 一份是玄空庙仪式的暗中调查 尤其是期间涉及了今年春天 东夷城城主府内 监察院六处真正主办影子 与四顾剑之间的那些纠纷 第三份是范贤暗中 将重伤后的影子送往了江南 第四份是当年山谷居杀范贤 当日监察院所产生的异状 以及那两座守城弩 被运出内库顶纺时的流程 第四份调查的宗卷最为厚实 但所记载的事情也最模糊 内庭及朝廷暗中调查了整整三年 但在监察院面前 在陈平平的刻意遮掩之下 庆帝也只是查到了一丝味道 而没有任何的实据 这一份宗卷所言 是京都回春堂的火灾 监察院三处某人的叛逃 事情直指内公 直指太子 长公主 以及那场雷雨夜 还有第五份 第六份 老三 老二 城前 云瑞 皇帝的脸色有些淡淡的白 他拿起一份薄薄的宗卷放在一旁 便会说出一个名字 扔了四份 说出了四个名字 最后 他拾起几分宗卷 纸截微微用力 轻轻搁到一旁 叹息说道 这是安知的 皇帝缓缓抬起头来 艳母里的迷惘之意早已没有 有的只是一抹淡淡的悲哀和自嘲的冷笑 朕最忠诚的臣子 曾经试图杀死朕所有的儿子 或者说 逼迫着朕杀死了这些儿子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最令朕意外的是 这条老狗连安知都不放过 当初如果不是安知命大 只怕早就死在了他的手上 庆地缓缓缓地摇了摇头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眼眸里寒芒微作 悠悠说道 把那条老狗带回来 朕要问问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姚公公不敢多话 深深一躬 向着御书房外行去 他的腿都快软了 因为他比任何人 都了解陛下的情绪 陛下最后那句悠悠的话语 已经充益太多 无可阻挡的杀意 他临出御书房的时候 皇帝忽然开口冷冷地说道 传话给阎兵云 就说朕在看着他 再传话给是非 朕要活的 皇帝的脸色依然冷漠 如果那条老狗死了 他也不要活着回来见我 把那条老狗活着带回来 朕要问问他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皇帝再次重复了自己的命令 他一掌拍在了暗机之上 暴怒之下 暗机化为无数碎成细沙般的木粉 漫天飞舞 弥漫世间 中午的时候 贺大学士一手搭在额头 挡着刺眼的太阳 顾不得刺眼的汗水在脸上流淌 快步地离开了幽深的皇城 没有进入门下中书那列小脚房 而是直接上了轿子 来到了多察院的衙门 一入衙门 他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官服 早就已经汗湿了 有些人是不醒的 木然走到堂中 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了半天 才醒过神来 先前陛下传他入御书房 只是简单的几句话 贺宗伟便知道 自己原来布下的那记暗手 原来全部都落在陛下的眼中 陛下知道自己在查什么 只是懒得去问 懒得去管 只是冷眼相看罢了 一念及此 贺大学士浑身耸立 恐惧不已 毕竟自己查案有些利益不正 以陛下的明慧双眼 既然知晓此事 哪里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啊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陛下并没有对此事严加训斥 而只是有些疲惫地 交代了几句神门 便把他赶了出来 贺宗伟在清凉的 都查院衙堂里陷入了沉思 陛下没有发怒 是因为什么呢 难道说内庭和刑部衙门 在达州一地真的查到了什么吗 究竟是那名虎卫高达 还是那个绝对没有死的 王启年录了踪迹呢 达州离京都并不遥远 但是来回的情报传递 总是需要时间 贺宗伟没有什么别的法子 只好在京都里 又兴奋又紧张地 等待着那处的回报 直到此时 他依然不知道 在达州那个地方 因为他搜捕高达的行动 会非常迎合天意地 将归老的陈院长 堵在了城外 同时也给陈平平 一个出手的机会 当然 这也正是皇帝出手的机会 不止贺宗伟并不知晓 达州处发生的一切内情 门下中书的胡大学士 六部三次的庆国官员们 也都没有猜测到 庆国今日正处于一种激党之中 他们只是嗅到了 某种诡异的味道 却始终没有谁 会把这种味道 和已经归老的陈老院长 联系了起来 再有智慧的人 也不会想到陛下和陈平平 之间会出现问题 而且臣子们连想 都不敢往那个方面去想 甚至包括监察院的官员在内 也从来没有怀疑过 老祖宗对庆国 对陛下的忠诚 效忠陛下 一切为了庆国 这是监察院所有官员 秘探们入院之初便接受的教育 这数十年来 以陈平平为首 所有的黑衣官员们 也为了这个目标 为了庆国的强大 为了陛下的安全 而在不停地努力着 谁能想到 今天监察院居然也成了陛下的目标之一 正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这一点 所以 也有人会敏感地往那个方面去探究 身为天下最强大的情报系统和特务机构 今天京都里的异动 毫无疑问 有许多征兆都落在了监察院官员们的眼中 尤其是禁军的防卫等级提高 京都守备师的突然调动 甚至包括贺大学士的突然入宫 颓然出宫 都落在了不同的真子眼中 经由不同的途径 传递回了那座方方正正的黑灰建筑 八大处 除了黑旗所在的五处之外 所有的头面人物 都在监察院这座灰黑的建筑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颜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庆云年》 太阳刚刚往西移去 这些情报已经汇总到了二处 经由不同的情报官员分门别类进行梳理 然后放到了二处情报主管的岸上 二处主办是一位中年人 是八大处老臣们难得留下来的一人 自从范贤成为监察院提司 逐步开始接管监察院权力之后 陈平平为了让他接手能够顺利一些 开始劝退八大处的那些老臣子 而那些老臣子当年 本来就是跟着陈院长 一手建立了这个院子的人物 自然对叶家小姐的儿子 没有任何的抵触情绪 所以他们退得极其自然和快慰 木铁接手了一处 范贤那位用读师门的师兄 接手了三处 严冰云接手了四处 黑旗如今的统领也变成了银面经歌 七处的那位光头主办很早便离职 八处的主办也是范贤 从起年小组里挑出来的人 唯独二处 因为情报至关重要的原因 仍然由那位老主办打理着 他诚诚恳恳 尽职尽责地培养着副手 只待副手能够挑起 整个庆国情报系统的摊子之后 便让这位范院长的近人接班 监察院和督察院一直在打官司 小范院长很不待见那位贺大学士 所以贺宗伟本来就是监察院暗中监视的重点 虽然陛下对于这种监视 向来持着反对的态度 但是监察院凭借手中的力量做些闲事 朝廷也不可能天天去盯着 二处中年头目 周梅看着手中的卷宗 不知道贺宗伟此人 今天究竟是被陛下说了些什么 脸色竟然变得那般难堪 至于禁军的调整 以及京都守备师的开拔 也是十分敏感的情报 二处主办周梅想了许久 始终想不明白 如今的庆国京都种地四周 有什么力量需要朝廷如此用心对付的事情呢 尤其是监察院居然从一开始便没有参与到此事之中 宫里连知会一声都没有 这实在和以往有太大的差别呀 他抱起岸上的卷宗 咳了两声走出门外 上了楼梯走到了那间安静的密室 敲了两下门便推门而入 一位浑身白衣 与监察院这阴森气氛完全不邪的年轻官员 正坐在大桌之后 宁神神看着一些什么 二处主办微微一笑 看着盐冰云在心里叹了口气 然后走上前去 把手里的暗宗放到了他的桌上 老院长已经退了 小范大人终于成了真正的院长 而小颜公子很明显不止要管着四处的事物 只怕也会接替范贤的位置 成为监察院的新任提私 在这几年里边 陈平平一直在养病 范贤也不耐烦管细物 所以整个监察院的事物 本来就是颜冰云一人在辛苦承担 所以日后 颜冰云成为统管院中杂物的提私大人 所以监察院的官员都已经习惯 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 而且对于监察院的老臣子们来说 小范大人虽然是个精彩绝眼之人 而且因为叶家小姐和陈老院长的关系 他们对范贤都是忠心无二 颇有敬意 然而这种敬意总是有距离的 与之相较 自幼在监察院长大 严若海家的公子 在北齐替院中付出极大代价的小颜公子 毫无疑问 更要亲近一些 刘叔 什么东西啊 要劳烦您亲自送上来 颜冰云温和地笑着 完全没有在范贤面前的冰霜感觉 站起身 请这位二处的主办坐下 然后随手翻开了那些卷宗 锦军和京都守备师的调动 只需要向内庭和书密院报备 本来我们不知道也不算什么 二处主办看着颜冰云 忧心忡忡地说道 可是 这与惯例不符啊 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有所目的 然而我愿知道此时 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颜冰云已经将这几份情报翻阅完了 唇角的弧线依然是那样稳定 微笑说道 东夷城那边最近不安生 那些地方高手众多 而且江湖人多杀性 或许宫里是担心就像那年悬空庙一样 又混进几个杀手来了 进军提高防卫等级也算不得什么 倒是京都守备师这边 颜冰云摇了摇头 说道 待会儿发个文 去书密院问问 书密院可以不用理会我们呀 二处主办 周梅说道 而且现在的问题 实非是亲自领军走的 肯定是宫里发的旨意 他忽然想到一桩事情 想到了陈老院长的车队离开京都 并不是太久 但马上他就自嘲一笑 摇了摇头 怎么了 颜冰云眼神忧深 不着意地看了他一眼 没什么 二处主办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年纪真是大了 脑袋啊 有时候容易瞎想 是的 他怎么也想不到 宫里会对自己最敬爱的老院长下手 所以下意识里 把先前那次猜测掐死 就如宫典和夜虫的不解 就如同大将使妃的不安惶恐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点 颜冰云缓缓低下头去 说道 院里对军方的监视 本来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还是不要向书密院发文了 往常惯行的做法是什么呀 军方 我们不能插手 一般都是你个情报条陈 递入宫中 请陛下过目 二处主办陈吟片刻后说道 当然 像今天这种异动 我们反应要快一些 好 颜冰云依然低着头 说道 马上把这些情报 拟称条陈 密道送至御书房 是 二处主办下意识力 像下手一样应了声 忽然觉得 颜冰云的反应有些奇怪 一直没有抬头 显得有些无理 自己如今 与他是平级的官员 对方还没有真正的出任提斯一职 却偏生 他又摇了摇头 他自幼看着颜冰云长大 知道对方不是这样的人 只是以为 严辅自身有什么问题 便不再多想 抱起卷宗 推出门去 监察院在第一时间内 做出反应的机会 就这样错失了 当然 在庆国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 身为特务机构的监察院 如果没有任何反应 说不定是对这个国度 这个朝廷 甚至这个方正黑灰建筑来说 最好的反应 房间里又回复到了 无数年不变的安静之中 颜冰云缓缓抬起头来 此时如果有人在旁的话 一定能看到这位小颜公子 眼眸里 越来越浓的挣扎与痛苦情绪 颜冰云在桌下的双手握得极紧 许久没有松开 他的薄唇敏的极紧 紧得快要没有什么血色 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走到了窗子的旁边 掀开那层黑黑的布帘 向外望去 一眼便看到了初秋 清漫阳光之下 正在闪闪发亮的明黄黄城一角 在这个时候 他想到自己第一次进监察院的时候 那位轮椅上的老人 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接见自己 窗户上的黑布 似乎从来没有拿下来过 似乎那位老人习惯了黑暗 便再也见不得阳光了 后来 那位老人离开了这个房间 回到了陈远 范贤又不喜欢天天在监察院 这种严肃阴森的院子里待着 所以在这个房间里 待得最久的人 正是颜冰云他自己 以往八大处的主办 都会在这张长桌的两侧 禀报事宜 如今 长桌两侧空无一人 以往长桌的尽头 都会有一张轮椅 轮椅的后方是一片阴影 如今 轮椅早已不在了 颜冰云缓缓 入下手中的黑色布帘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眼中的迷惘 挣扎痛苦 渐渐不见 他既然是这个房间里第二个主人 他就要秉承前一任主人的性情与意志 既然下定决心了 就不能再犹豫 严冰云 当年庆帝向朝廷输入心血时 召入宫中的七位年轻臣子之一 这七名年轻臣子正是庆帝为庆国的将来准备的新人 除了死于叛乱之中的秦衡之外 其余六个人都已经开始在庆国的朝堂上发光发热 六人之中爬得最快的自然是贺宗伟 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门下中书行走大学士 还监理着督察院左都御史一职 而严冰云和范门四子之一的程嘉林 毫无疑问被所有人归在了范贤一派 只是没有人知道 庆国伟大的皇帝陛下在那次夜谈之中 对于监察院的小严公子 投注了多少的心力和威慑 所谓七君子 在皇帝陛下看来 最重要的便是贺宗伟和严冰云二人 严冰云缓缓地坐了下来 双掌平平地摊在岸上 轻轻自监察院繁复无比的院令文书和情报奏章之上俯过 然后轻轻地敲响了一个铃铛 召唤了自己的直属官员 以及自己能够使动的起年小组成员 轻声发出了一道一道的命令 这些命令 看上去互相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 也并不怎么引人注意 然而 向东夷城的增援 与西凉路邓子月处的交接 都会在这十几天里边 耗取监察院大部分的注意力 一共四道命令 很轻松地让京都监察院本部力量被抽空了一大半 开始往清国各处调动 这些调动并不异常 所以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只是如此一来 监察院再想在京都里激起强悍的杀伤力量 已经极难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甚至就算是范贤亲自来做 只怕也没有严冰云做的训辑 因为范贤终究是个不耐细物之人 他对监察院很了解 可是依然不如严冰云的了解透彻 一个庞大的监察院特务机构 只是动了其中的几个点 却能够造成这样的后果 小严公子的运筹手段 依然还是那般强大 唯一没有办法动的是监察院一处 一处本来就是负责监察京都百官立志之事 而且一处当初是范贤亲自管理 如今虽然木铁成了一处主办 但实际上一处的官员 依然觉得自己的支属上司是院长 严冰云虽然有范贤的守令 可是也没有办法用太过离奇的命令 将他们调出京都 严冰云做完这一切之后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就像是觉得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 快要让自己窒息一般 一切为了庆国 严冰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不禁想到很久以前 与父亲之间的那番对话 光滑的眼角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还是 一切为了监察院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庆余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